健康的部分我们来聊聊肝病 因为它不容易被察觉 所以肝病又被人家称作是沉默杀手 有很多的饮食名人 譬如说像是港星吴孟达 还有家金庸 都是因为肝癌离世 所以营养师也建议 除了平常要定期的健康检查 在饮食上面 也要尽量食用健康的油类 以及摄取足够的蔬菜量 来预防肝病 营救造成的健康危机不容忽视 尤其小心引来肝脏疾病 因为不容易被患者察觉 又被称为沉默杀手的肝病 根据卫福部110年的统计 肝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的第二位 慢性肝病及肝因化 则是主要死因的第十位 每年有一万两千人左右 死于慢性肝病肝因化及肝癌 其中男性死亡率为女性的2.6倍 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有家族史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本身是 B肝C肝癌的代源者 再来就是可能他可能是 生活作息比较不正常 或者说经常有喝酒 或者是抽烟习惯的人 男性的话他可能 因为在生活作息上 可能会跟女性的差异 可能他的死亡率 有统计出来是他女性的2.6倍以上 肥胖或是肠脏病族群也要注意 营养师建议平时就要定期健康检查 如果出现疲倦皮肤黄等症状 一定要留意 饮食上更要控制 第一个就是颧骨类 那就是因为里面肤黄B群 它也是肝脏非常需要的营养素 再来是第二个就是蔬菜水果 因为里面的植化素 如果是有抗发炎也统计出来 可能会降低癌症的发生率 那最后一个就是要 可以使用好一点的油 比如说像是感染油 许多影视名人 像是知名港新吴梦达 还有著名作家金庸 都是罹患肝癌离世 提醒民众不要小觑 沉默杀手的力量 三新闻 精选谷高水